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神祖新聞報道 各位 今天是9月29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神祖新聞 我王俊賢 著華為副董事長孟敏舟獲釋 加拿大兩個公民也獲中國政府釋放 加拿大和中國關係是一個障礙將會是華為能否參與5G網絡建設 被問到政府為何不禁止華為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說 加拿大不少電信公司在不影響自身發展情況下 已經陸續將華為設備由他們的網絡中移除 又說政府在幾個星期內會決定是否容許華為向加拿大電信營運商提供5G網絡建設 美國一直促請盟國 特別是共享情報的五眼聯盟成員 不要容許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 因為涉及國家安全隱瞞 不過加拿大一直沒有表態 只是強調情報部門正是研究有關問題 加拿大大選剛剛結束 新政府預計下個月正式上任 有關華為的決定要等新政府運作之後才落實 英國運油方暫時靠英軍舒緩問題 150個軍方司機準備應對汽油運輸問題 商業大臣關浩廷承認過去幾天由站排長龍和油站母油問題嚴重 不過重申 英國並沒有汽油短缺危機 而情況正轉趨穩定 被問到政府會不會立即派遣軍人運油 關浩廷說 仍然需要幾天時間調動 未來幾天就會見到軍人駕駛運油車 又否認站換競爭法和臨時簽證措施是證明危機存在 重申情況正轉趨穩定 目前已經有更多汽油運到油站 昨天的供應也配合需求 首相約翰遜昨天首次開刊回應問題 強調需要確保足夠司機維持供應鏈 民眾也要有信心 不過在野工黨反駁 說政府只是將一個危機帶到下一個危機 英國廣播公司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說 過去周末全國只有10%的油站有足夠供應 目前已經回升到16% 而在恐慌之前 40%油站供應充足也是正常水平 業界組織PRA也表示 協會代表的5000個油站當中 目前有37%油站沒有油 比星期日2%回落近一半 初步跡象顯示問題開始得意舒緩 有學者預計供求會在星期六前開始取得平衡 英國汽油供應問題自續發酵 英鎊連日受壓 分析說市場關注汽油供應緊張 又累英國經濟復甦出現放緩 央行未必需要急於加息 預計英鎊將會下市1.335水平 相當於對港元10.38水平 中國近日限電停工潮值卷多個省份 中國央視網發表評論員文章說 部分自媒體形容事件為大紀論 說背後是一場國際大中商品定價權爭奪戰 一場國與國之間的金融戰 文章批評在多地電力供應缺口已經增加到嚴重級別 因為電網面臨崩潰風險 而對居民限電的背景下 將限電視作大國博弈旗局中的落紙 說成對外輸出通脹策略 無異於迂迴抹 觀點誤導性 產生低級紅、高級黑的效果 忽略電煤供應短缺的基本事實 營造為限產而限電 和用電緊張純屬人為設限的錯覺 刺激社會情緒 看看香港消息 支聯會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早前宣布解散 負責清本工作的支聯會被書蔡耀昌說 今早接到警方公安處通知 將凍結支聯會物業六四紀念館 意味支聯會的銀行戶口和固定資產都被凍結 蔡耀昌說不同意行動 稍後會去信國安處 要求解除凍結銀行戶口和物業 以便順利進行清盤 警方國安處今月初破門搜查並封鎖六四紀念館 蔡耀昌和警方交涉後 在20號莫准進入單位 博國館裡的展品、書籍已經被帶走 支聯會上星期下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通過解散議案 《立場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會向員工發放編輯政策及流程文件 文件長一百頁 列明港台必須尊重和維護一國兩制 並肩負維護國家安全憲制責任 另外列出編輯工作流程 同時有懲罰機制 政府自3月空降傳媒傳媒經驗的 政務官李白全做廣播處長後 港台聚職被整頓 引入新編輯管理機制 由處長和高層組成編輯委員會 在製作或播出之前檢視節目 多個中高層相繼辭職 上星期又突然委任海池處副處長施金長 為副廣播處長 令港台兩個最高層都毫無註媒經驗 女高級督責林婉儀 上星期執勤追捷走私快艇時 有網民時候在網上發表嘲諷言論 其中涉及兩個消防人員目前被停職後查 消防署回覆傳媒查詢時說 現正就有關網上言論展開調查 重申非常注重人員行為和紀律 也有使用社交媒體網絡的指引被人員遵守 如果發現違規或違法行為 會根據既定機制嚴肅跟進 香港政府公布下一季賣地計劃 合共提供7110個單位是近年單季度最高 今年頭三季合共提供14430伙 高過年度供應目標12900伙 發展局局長王偉倫預告 第四季將會繼續推出住宅地皮招標 以及一鐵一局項目 全年度供應達到超過17000伙 比供應目標高超過三成 本港樓價持續在高位反覆增視 截至9月19日 莊園城市領先指數報190.55 連續8個星期 在189點到191點之間雜幅復回回 神早新聞到這裡 Johnson 你的地產經紀不宜之選 買樓 賣樓 有口碑 港人話 信得過 Johnson 您可以進行 五天